大家好,我是小熊多拉,安全教育开始了! 为什么饭前饭后要休息一会儿? 小朋友,吃完饭是不是想去玩玩具,或者出去找你的小伙伴玩呢? 当你想玩的时候,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就会对你说了? 吃完饭要休息一会儿,不能立刻玩呢? 小朋友们,你们知道为什么饭前饭后要休息一会儿,不能立刻玩吗? 因为消化液并不是说来就来,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过程 所以啊,吃饭前最好稍微歇一会儿,为分泌出足够的消化液做好准备 这样吃东西就会觉得有味儿,吃下去啊,也容易消化 吃过饭以后,肚子装得满满的,胃肠要加紧消化 胃肠干这些工作,需要血液来帮忙,给它加油 否则,它是干不好的 如果吃完饭马上去从事剧烈的体力活动,或者紧张的脑裂劳动 体内的血液就会大量地涌到全身肌肉处或者大脑中 留下帮助胃肠工作的就少了 这样一来,胃肠的工作不起劲儿,食物不能很好地消化 日子久了就会闹消化不良,胃胀,胃痛的毛病 所以啊,饭前饭后都应该休息一会儿,特别是刚吃过饭不要干重活儿,也不要看书写字 最好是散散步,做一些轻微的活动,更好地帮助胃肠消化食物 小朋友们,你们记住了吗?饭前饭后,我们要好好休息一会儿哦 这样才能让吃下去的饭好好消化 然后啊,我们才能拥有更强健的体魄 才能更好好的玩哦 我们下期见